操縱頂批主社區為了讓中央和海洞有一個安全的休憩中心 他再向政府新興興建築 經過社區基民討論達成共識以後 發揮各自的專長在社區來幾位優勝公園 成功打造出讓基民互動優良的環境 創作學藝不得到中央政黨 又得到建築原野獎的困難 基民由地主主動來觀察 經過大家共同討論 達成共識以後 早出到北港、水電港、橫河西湖 再到建築西湖這不一樣全中的基民 利用到向政府所申請的35萬 做幾個環境 可以操縱頂批主社區所達成的優勝公園 本來是個廢棄公僚 達到人當甚至於阿飄的那種故事都有人講出來 因為二、三、四年沒有人去踏基他 所以說很髒亂、很陰暗 然後我們把它改善 你看看它變成無形中 它產生了遊行價值跟遊行價值 在整理出來的話 小孩子可以帶來這裡玩沙子 看花啦 走一走 不錯啦 現在環境改變了很多啦 為了說讓這幾年上東伊拉手機 跟電池三、四、三、片的機民 極限向我 譬如誰故意優勝來作為出發點 設計到無障礙的空間 立體又有儲物 讓人和孩子有休閒的地方 所以來親近到大主人 這樣以到遊行的主委員 所創作的好業 如果說在這中央的慶頂 當時來在這建築原野獎中夯 這裡大家順便觀賞 順便有個東西吃 造成一個可食地景 然後大家又可以來這裡 有個玩耍 沙坑 老人家可以帶孫子來這裡玩沙以後 我們又有天造的洗手台 全部都把它規劃得很好 那這個旺幽緣的部分 也把這個環境更營造得更好 我們也期待它陸續 能夠把整個環境的社區共構起來 那這邊的環境 我們覺得是值得作為一種典範的地方 我們的技工真的出現真的 我們甚至有排 排百億百億 每個人來厚水來整理那些火草 技術社區表示 過去廟屋 甚至有派人中心頭前的工程 是大家的活動高度的所在 不過這幾年部份來作為納球場 和青少年運動 相對來檢照到老人和小孩休憩的空間 所以才會達到優勝的公衡 同時新立到志工隊 大家作回來維護環境 對社區又是另外一個 真面目發展的靈魂 既然這樣先 敞步道